因為我們不會說為了公平 所有東西都要三份三份買 一來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有浪費 二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跟他們說你們會怎樣去分享 因為我現在最小的就是四個半月 是真的好嬰兒 反而我覺得有時對不起他們 是因為已經有兩個大 反而不是我工作的時間 因為我工作的時間是比較複雜的 但有時因為要照顧兩個大 他們也都已經開始會說 即走又會要求你要做這樣那樣的時候 我有時因為放了時間在他們 就會有一點是忽略了小的 就是剛才你說 因為小的最重要是有人照顧 喝奶睡覺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三個小朋友 都是儘量分配的時間 是平均給他們 他們成長的時候就不會覺得 媽媽、爸爸偏心一個 或者好像多些陪伴哥哥 又不陪伴我 我不想他們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不會說為了公平 所有東西都要三份三份買 一來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就是有浪費 二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跟他們說你們會怎樣去分享 現在就教識了 其實小的就不算了 大那兩個通常就會 如果各自想玩一個玩具 就要計算多久 即是說你可以玩一分鐘 我們計時 另外那個真的會站在這裡倒數 六十五十九五十八 在這裡倒數一分鐘 到零的時候 哥哥就要給他玩 就如此類推 其實上學未必是每一個玩具 都有二十份給所有小朋友玩 如果只有一份的時候 你怎樣去跟其他小朋友溝通 其實我想跟你分享 或者我有但我知道你想玩 那好吧 我給你一個時間 讓你自己可以 都有一個 即是你可以有一個期望 其實一兩分鐘後就到我玩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在家裡那麼簡單 是帶出去 在外面怎樣跟其他小朋友 去互動和溝通 其實我兩個兒子 晚上有慣性會聽故事 我和爸爸 因為當然有很多故事 已經是好像龍來了 三隻小豬這些已經有定了的故事 但我們有時會想 我們怎樣去 好像剛才你說的 我們又想他懂得一些平日 為何我們要這樣教他 有時我也會嚇嚇他 也會跟他說 有個好偉的小朋友 他就很不珍惜食物 可能最終就被一隻恐龍吃了 即是心病很浮花 但同時他笑完之後 他都明白 為何媽媽要特意去作這個故事 其實有個道理 我一個大兒子很喜歡 就永遠我們說完故事 就說 這個故事的意義是甚麼 他用英文說 他會說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story 我們就會說 OK 有時吃東西的時候 他吃不完 我就說 我不想給一隻恐龍吃了 你可不可以明天吃飯給我 大學吃 當然 你說現在小時候教這些 可能好像很幼稚 還是很搞笑 但其實我相信這件事 他長大的時候 他會知道 媽媽是有他的意思去做這件事 首先我覺得 小朋友也要知道 其實甚麼是浪費 我覺得最基本就是 其實我們自己 如果平日吃東西的時候 小朋友通常都是 叫做眼闊套窄的 他們可能拿了很多東西吃你的時候 但是吃不完 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首先你要拿了你吃到的 因為浪費丟了 也是一件不環保的事 或者你真的吃吃吃吃吃 你覺得你飽不重要 媽媽會盛起你明天 做你上學吃的午餐 他們現在已經認識了 他們已經知道 總之吃不完 他們說 媽媽不好意思 我吃不完 我可不可以明天才吃吃 而不是說 媽媽我吃不完 你扔掉吧 我覺得這件事 就要天天跟他們貫書說 外出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盡量 大環保袋 帶自己的水樽出去 小朋友更加 他們很喜歡自己的 有款式的水樽 買好一點 他就很肯用 還有我覺得 可能我們開車的 你都可以選擇電車 其實有很多生活上的事 你都可以做到 或者我和我先生 其實我們是當銀行的 以前你一定會刷出那些紙 那些資料出來 現在就盡量去減少這件事 其實因為每一個人 其實出少許力 你已經整件事影響很大 你不要經常覺得 我做有什麼關係 那別人不做 那就是這樣 不是的 你影響 你影響你下一代 下一代再繼續影響 其實你這樣輪下去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人的力 就是很強的